大有巴士前老董吴东营 被新任的经营团队指控掏空 现任的董事长游孟辉开记者会 拿出了民国87年到97年间 台北市公车联管中心 应该要拨给台北市补助津贴20亿多 大有巴士却只拿到了5亿多 甚至有资料显示部分的款项 流入了前老董吴东营太太的账户里面 现在新任的团队提告背信侵占 向前老董吴东营求偿30亿 之前才爆出财务纠纷 大有巴士前董事长吴东营又被指控掏空 我们就忍气吞声这样 把大有一直稳忍到现在 然后包括我们现在确定 我们的退休金是应该还五六千万的退休金 就是一些驾驶 实在忍无可忍 找上市议员成情 大有公司拿出台北市公车联管中心拨款记录 民国87年到97年应该入账20多亿股贴款 大有却只收到五亿多 消失了十五亿 拿去了 一个月的薪水有分作实施发放 而且寄券很多的退休金 到现在有的员工退休 还拿不到钱的 那这些钱到底在谁的口袋 就在吴东营的口袋 调出悠悠卡公司拨款票卡 款项进入 有部分竟然汇入吴东营太太的账户里 现任董作指正利利 翻脸提高背信侵占 不住款悠悠卡款项员工退休金 已够求偿三十多亿 我们新的经营团队已经有注入相当多的资金 员工的薪水我们都一定是维持正常发放 新闻播出前尚未取得吴东营本人回应 新团队强调对于钱董作案定里 如果真的有不干净行为 盼望司法套回公道 记者阿公养麦 吴宇轩台北采访报道